好 各位 猜猜看我們來到哪裡 封掉的大廳 我們現在在 拿坡裡 拿坡裡怎麼會長這樣子呢 拿坡裡不是應該是一個像新竹一樣的地方嗎 不好意思 新竹人如果新竹再看 但是不應該這麼大跟這麼的封掉啊 你看 它書上給的版面也就是這樣子 一些老老的地方 小小的那個什麼廣人 跟一些小小淡純 怎麼會長這樣子呢 我覺得拿坡裡真的瘋掉了 各位 那我們來到 就是來到拿坡裡 那我們本來要去一個古蹟叫做淡純 那我們本來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歷史 但是我們大概問了一百個人嗎 然後每個人都跟我們說不一樣的方法去那邊喔 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 算了 不去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在路上亂晃 然後去找一間好吃的披薩來坐下來吃 畢竟是有拿坡裡 沒錯 拿坡裡披薩就是很有名的人 今天的義大利美食呢 我們來到拿坡裡 就是要去拿坡裡披薩啊 對 但我今天點的不是這個 其實它們最有名 最plain的那種 那我還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它最plain的那種 然後那種叫做瑪格麗特披薩 那為什麼叫瑪格麗特披薩呢 就是起源於在義大利統一的那一年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那個王國的公主叫做瑪格麗 應該就叫瑪格麗特披薩 然後她就來到拿坡裡這邊訪問 然後後來呢 他們就送上了那個這邊的那個披薩 來給他吃 然後上面就是 就很plain就是有番茄啊 跟那個 九層塔 九層塔 然後還有橄欖油跟一些起司 這樣 覺得起司還非常的plain 對 然後那在拿坡裡這邊的那個 披薩到底要怎麼做呢 就是它的那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點的披薩 它是那個一些菜跟那個 那個sausage 就是這樣 對 然後它就是一定要整個這樣一起放進那個窯裡面烤 然後他們說 他們說這樣才不會破壞那個味道 然後那個皮呢 一定要烤到這樣子 膨膨的 像我們在其他地方戲也是沒有看到這樣子 對 但它這邊一定要烤到膨膨的 真的都拿玻璃披薩 你好 吃皮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包子的那個內餡 就這個部分 很像包子的 很像包子裡面的那一層 汁 會有一點油油的 有一些醬汁 包子 這樣會比較Q一點 我覺得這個菜是菠菜 耶 有一點苦苦的菠菜的味道 有一點苦苦的菠菜的味道 沒有 我們來到那邊的非常非常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補充一下剛剛這個pizza 好像畫了貢丸跟國小 就是sausage 很像貢丸 還有國小便當蒸出來的菜 味道也跟蒸出來的菜一模一樣 就便當香那種 you know 有沒有換起國小雞便當香 然後來了一盤這個 裝魚的盤子裝著義大利麵 很大 然後就是義麵 義麵 義麵 台南義麵的味道 再加一點點辣 可是完全看不出來有辣 就是義麵啊 從水裡繞起來的 義大利麵 對啊 我們現在來到龐貝的遺跡 沒錯 就是以前的那個 咖啡上面之前的那個龐貝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生活 我們剛剛進來這邊 覺得這邊非常的非常的大 它就是一個城市 我們就是在逛一個城市 就是它是廢墟 那在我這邊 我現在在的那個地方 就是 它是一個公共的廣場 然後你可以想像 就是它以前在那邊 很大麻煩 然後可能有很多 食品的那個市集啊 或者是 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集會 然後或者是 有一些廟之類的 或是浴場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很多 有被那個巨人包圍 然後當然就是好像有那個 阿波羅的那個 雕場 我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就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有那個繁榮的結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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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